現在是晚上六點半喔 那我剛下班 今天要去台北拿點東西 反正路上也沒事嘛 所以我跟大家閒聊一下 就拍個XMA日記 我真的很討厭下班這個時間點來台北 因為這個時間點真的車 因為實在是太多了 太密集了 所以可能前面稍微有一個人 減速 事故就發生了 真的超危險的 前面那台XMA的避震是不是有加長啊 感覺他的屁股超翹的耶 對啊 屁股超翹的耶 是有加...還是加增高座 有可能是加增高座喔 好多車喔 這就是可怕的台北市交通 台北市的交通 快到了快到了 被人家約在寶雅 舞亭的寶雅 我跟他拿個好吃的東西 我最愛吃的東西 我看到他呢 我要偷拍他 然後傳給他 好久不見 我要給你錢嗎 蛤? 我要給你錢嗎 蛤? 真的嗎? 沒有,我媽給我的 看我妹他男朋友在那邊賣 然後說我是不是很愛吃 所以他今年不知道為什麼他就第一次自己做 他自己第一次做的喔 對,然後我就... 然後我那天回家說還沒塞乾耶 可是他就想說他塞那麼多也吃不完 所以硬叫我拿回來 沒關係,我們高樑泡久一點 他再壓下去會有什麼差別? 口感上的差別 會比較紮實 會從鬆鬆變QQ這樣子 對,然後他們會用木板壓 然後再塞乾 好,沒關係 我直接把他拿去氣炸鍋 CWT第二天要去茶會 對啊,要去那個要幫我朋友 因為我應該是第二天才有空去 第一天剛好有事情 有看你偶爾還是會去拍照 拍照?好久沒有拍了耶 我只有去年去拍了一下下 然後最近我現在是嘎到沒有時間用這個的 對啊,你拍了很多影片耶 拍的時候很開心 回家要剪的時候就哭出來了 我之前有看到有一個是環島的 然後他中間有講一些人生道理還是什麼 台北騎士嘛 可是他的聲音太讓我想睡了 我沒辦法看那個 然後我就沒有看我 就光去年拍電話還到幾次了 沒有好不好 去年都沒有還到 只有開車還一次而已好不好 有啦,我現在下禮拜要去環島了 對嗎? 對,跟朋友 沒有,我順便回家 清明姐順便回家 我男朋友在講啊 說今天如果再不出國 看要特休去環島 他問我可不可以 怎麼去? 要騎摩托車啊 哪一台? 高手一台 你會很痛苦 對,他有還過 然後他就一直問我可不可以 然後他有想說 要不要叫我自己騎 一人一台比較輕鬆 可是你會很累 不要不要 第一次不要 好,先走了 拜拜 路上小心 台北騎士 為什麼我連我朋友都是你粉絲啊 怎麼這樣子 看腿看腿 看腿時間 香香腳白筍 香香腳白筍 要過馬路了 香香腳白筍 哦 剛好我的光切 我的光切線剛好切在腿上 哈哈哈哈 還有這兩個 謝謝 他這邊在三窗旁邊 那一棟不舊的華夏啦 我是去看就是光網商場跟三窗啦 他這邊的器材比較偏 就是燈具 還有麥克風 還有支架類的 像GoPro的東西比較少 不過滿多麥克風跟燈具的嘛 我要去中立一趟 我要去修理我的安全帽 安全帽的扣子壞掉了 然後我要去修理扣子 因為他說要寄回原廠嘛 可是 這樣變成說我 新的那裡帽子上面沒有GoPro支架 也沒有麥克風 然後也沒有那個BKS-1的一些 安裝的架子 都沒有 那我就覺得很麻煩 說不然先不要修好 因為畢竟我雙D扣可以把它塞到我脖子 拉完之後 再把那條袋子塞到我的脖子裡面 還可以用 他後來說他可以幫我跟原廠要扣子 那幫我對我現在過去 請他幫我把我的 壞掉的扣子訂回去 順便我要再買一組那個啦 BKS-1的配件 讓我另外一頂安全帽也可以裝 還有想要去看一次去安信 都看到一對進口帽 但是沒有戴過 想說這次去 去體驗一下 進口帽戴起來是什麼感覺 人家說進口帽戴了就回不去了 真的有這麼厲害嗎 我今天稍微去小小的試試看啊 久違的10妹日記 那為什麼我今天騎10妹沒有騎X妹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 10妹在市區停車還是比較方便 像我等一下如果要買晚餐 我想要去中原夜市那邊買晚餐 X妹根本找不到地方停 很麻煩 可是10妹就還有機車格可以停 所以我想說為了我美妙的晚餐 今天就騎10妹過去吧 不是啊 前面那台狗狗狗的後面的行車記錄器 這個鏡頭怎麼朝天照啊 他這樣照不到路況吧 離他車距遠一點的話 現在他可能 這個角度應該可以照到我的頭 但是照不到我的車 如果車距你看拉遠一點 他就真的是照天空照不到人了耶 大家如果裝行車記錄器 在上路之前還是要稍微檢查一下 要檢查鏡頭角度之外 還要檢查你的記憶卡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正常開車 不然有沒有花一大筆錢 專門行車記錄器 結果真正遇到意外的時候 可能沒有拍到 或是沒有開機 或是記憶卡問題 那就得不償失了 桃園舊的IKEA 他現在搬到青浦特區那邊 他以前在桃園市區的時候 我跟我家女王可能有時候 周五小午 周末的時候 就會來這邊吃晚餐 下班來吃晚餐 可是現在 搬去青浦那邊 因為蠻遠的 就不太會去了 他現在IKEA搬到青浦那邊 我想說那邊沒什麼人 應該 以後去IKEA吃飯比較輕鬆 不會等很多人 沒有 他搬去青浦那邊之後 變全桃園的人都跑去青浦IKEA 超多人 爆炸多人 真的要吃飯都不能吃 這是majesty 這就是SMA的老大哥 到了到了 門口應該沒車吧 平日沒車 不然假日沒車 我好像還是沒地方可以停 要修理安全帽的 我要修這個扣子 然後我想要順便買那個 BKS-1的耳機 還有麥克風的魔鬼站 看帽子 看帽子 沒有看過的 這哪個家帽子 我記得GTG800好像有出那個 UNICORN配色的 抱上女兒 我跟UNICORN 就是來逛逛的 我想要來試看看秀儀 他們有那個 這個 安全帽清洗機 他就是會噴那個清潔噴我 之前洗過一次 這是他們新出的復古帽 欸 不好意思 我想問一下 有人可以幫我介紹一下秀儀的安全帽嗎 因為我對他的產品比較不了解 對對對 應該是比較通風的全罩帽 通風他們家都坐冷頭 他們家都坐冷頭 因為我沒有太過進口帽 那你曬得想要渴不去嗎 對 我很想對你 因為我就看他們就是一樣全罩帽 就產品線有 有那個L系列還有X系列跟那個 這個L系列 然後我就不知道他們的差別是在哪邊 他就等級就是給你其實你賽到可以 通行也可以 可是我記得X14好像他的視野對騎速克打比較不方便對不對 還好 因為畢竟他是賽道 他一定是坐的比較偏上面嘛 對對對 對啊 如果你想要通勤就盡量是J的或是GTL 比較適合騎遠程 然後他還有出專屬用的藍牙耳機 就想說是不是該買一定進口帽了 可是就不知道啊 一瓶中一定會有第二瓶 對 我是已經有三瓶國產帽了啦 像他們原廠的鏡片一片大概都落在多少千 兩千千 哇 國產可以買一頂啊 對啊 國產可以買一頂啊 先帶隊看D系列的好了 好啊 應該是帶隊的 對 其實很輕欸 嗯 帶起來更輕 對 往外 因為他有晶片鎖 他有一對呢 我的感覺差很多 他是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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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他不會像國產帽 就是一塊一塊 集中在哪幾塊特別緊 哈哈哈哈 看不如我 這不能比啊 欸真的 超很多耶 欸真的 笑一條一條 是不是快會不見 趕快抽掉 趕快抽掉 趕快搜到花乾了 誒 中了 我們感覺真的很偉妙 就是 國產帽好像就只有包到這裡 可是它會放到這裡 對對對對 完蛋了完蛋了 完蛋了完蛋了 然後頭這樣 還回不去 我再回去跟我飲就行了 我是帶R-Line的 因為本來在選 它只是跟R-PAT同層 所以我帶一帶 發現 R-SHA-CHA的包覆感更好 因為它好像比較深一點 比較遠一點 然後就 喔真的嗎 好舒服喔 我就買了 會 SHAK人會不會比較不好帶 SHAK人就比較義大利的浪漫 每次來你們這邊 然後從來沒有 就是經過進口貓這一區 就看一下 然後想說今天 就來看看好了 這邊有時間看 欸沒有人喔 趕快來 對不對 不然平時都超多人 還有那個 OGK 差不多 他們的同期貓是這一點 神威三 就是 晶片有專利的 就是 擋紅外線跟紫外線 就是把熱能全部隔在外面 就是裡面會稍微涼一點 可是價格就跟 就比較便宜一點喔 因為他們是日本的平價買款 對 啊進來台灣價錢 就跟日本是一模一樣的 CP值滿高的 雙方也做得很好 只是封切身就會稍微再提升一點 嗯 雙方做得比較好 我先回去 先收落一些口袋名單 下次再來 一頂一頂 對對對 因為我現在完全沒有做功課 沒有概念 雙方下 跑過來帶 其實我有這個R2的夾子 但是我是拿來夾夠過的 然後 我想說要不要找一天 買一個上面這個單獨的 來試試看 然後這是他們新出的簡證版 簡證版的話 好像就是它中間是做磁斧的啦 這顆 是 它這邊 好像可以有一些緩衝吧 這個位置感 真的很不錯 可是 如果裝這個的話 我真的很怕被人家趕走 可以啊 可以 謝謝啊 謝謝 我又忘記插我的麥克風了 所以又沒有收到音 就用後製的方式再收音吧 這一趟的話 我主要是來秀底安全帽 還有順便帶帶看 大家說很厲害的進口帽 主要帶的話是 秀儀的利漆跟他的GTA 我覺得跟國產帽最大的差別 還是在他的重量配重 還有內襯的部分 你如果是手持 其實你並不會覺得他非常的輕 可是當你戴到頭上之後 因為他的配重非常的好 所以你感覺不太到 你有帶安全帽 就是你不管是轉頭 回頭還不會感覺會有 安全帽的阻力在甩動你的頭部 就很輕鬆 那內襯的部分 我覺得內襯真的是最明顯的 就是跟國產帽相比的話 一般的國產帽就是 上面有一層頭頂的那個薄薄內襯嘛 然後左右兩側就是會有 臉頰的那個海綿夾著 戴上去的感覺就是 上面其實就只是 像頭盔一樣蓋著 然後主要都是靠兩側的臉頰 這兩塊在夾住你的頭部 那像利漆我戴起來的感受 完全不一樣 他因為裡面內襯 他都是做一條一條的 不管是兩側還是上面 都是一條一條的 那你戴上去的瞬間 你會覺得他那每一條 都很均勻的貼在你的頭部跟臉上 然後力道都差不多差不多 不會像國產外就是 有些地方比較緊 有些地方比較鬆 然後有些地方沒有夾 沒有東西沒有夾到 那感覺差非常多 一個是完全缺的服貼著你的頭 另外一個就是好像 我不會形容就是 好像一塊一塊的海綿在壓著 固定住你的頭部的感覺 我覺得真的舒適度差太多了 還有另外一點就是 安全帽他底下收尾的部分 包覆感也差很多 像一般安全帽就是 喔值得進值得出 我戴利漆 他的底下那一段就是 你脖子跟鳳腦勺 還有下顎跟脖子連接出那一段 他會有一種把你收起來 就是真的是安全帽 把你整顆頭 吸著包著的感覺 那感覺真的很棒 難怪人家說 戴過進口帽就回不去了 我剛才發現一件很蠢的事情 就是我錄了老半天 然後我的麥克風沒有插 呵呵呵 然後我就騎回桃園 才發現這件事情 好 反正好像也沒講什麼啦 就 嗯 啊 今天的小廢片就這樣 SBSG小廢片啦 好啦 我要回家了 我要吃晚餐了 明天還要上班 就這樣 掰掰